四目基金二十奖 贵国投资人的法律皮休克 我是美国律师柳小笑 很多人一说起风险投资就要提到哥伦布航海 我可否认 哥伦布一定是给伊莎贝拉女王做了一场很好的罗路兽 但是否要说 埃及人也是成功的批扯了法老 才有了金斯塔这样伟大的项目呢 风险投资究竟缘合而起 当前的风险投资又处于风险投资历史演技的哪个阶段 将来的四目基金又将去往何方 接下来我们就用两期的时间给大家一起探求一下 四目基金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欢迎来到我们的USLaw本媒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 哈佛大学教授汤姆尼乌拉斯曾经赚钱一本书 VC and American History 直译过来呢 就是风险投资一部美国史 那有的人就不懂了 你要说这二战之后美国是风险投资的核心地带也就算了 但是美国的历史前面还有几百年呢 那个风险投资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呢 就是因为美国的补经业 又有的人说你别在这儿瞎扯了 那补经不都是在什么北欧之类的地方 跟美国有啥关系啊 那我还这样跟大家说 在20世纪之前美国才是补经业当中无愧的全球消灌 在电灯发明之前大家用的还是油灯 而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呢也要到了1859年的时候了 在那之前欧洲人呢点灯用的都是精油 英国殖民后的美国如果说种植园是美国在陆地上的第一桶金 那么同时长达三百年的补经史则是美国在海上的第一桶金 那你说这补经和风险投资有啥关系呢 如果将前29家补经企业的回报 与前29家风险投资基金的回报相对比 那么你就会发现两者的曲线 惊人的相似都符合统计学生的偏写分布 偏写分布是与正台分布相对应的那种概念 两者都是统计学生的频数分布 我们平时大部分的统计数据都是正台分布的 比如身高1米6到1米8 这些在中间的人占人群的多数 特别如左侧1米5甚至1米4的极端情况占少数 左边右侧1米9和2米的人也比较少 也就是说这种中型的峰值在中间的曲线 是最常见的统计学分布 偏系分布则是这种峰值在一边的曲线 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 这种曲线在统计学数据中并不常见 但是在风险投资和补经业中 却是最常见的分布方式 无论是大河海还是金斯塔 都是百年不遇的偶然性事件 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持续性产业化的 类似风险投资现象 就是17到19世纪的美国补经业 你以为爱迪生就是我们小学课本上 那个发明家 不 他其实是一个科技创业者企业家 可以说他是早了100年的扎克伯格 你以为特斯拉就是现在在大马路上跑电动车 不 他才是100多年前最伟大的发明家 历史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 留下来的不一定是真相 主张直流店的爱迪生 在GP摩根的风险资本支持下 获得了这场直流交流之争的胜利 尽管如今我们使用的都是特斯拉主张的交流店 这场直流交流之争 让人们抑制到了资本的力量 让科技创业者再也不敢不拿风险投资 而接下来的一战和二战 让风险投资沉寂了半个多世纪 紧随章后的1946年 风险投资再次迫不及待的蓬勃发展了 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C成立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都是怎样的全明星阵容吧 马赛州赛州投资者信托的主席 阿神理工学院的校长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其中最后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 多料头将军也被誉为风险投资之父 在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成立之前 科技创业者拿不到银行的钱 因为他们商业模式不确定 估值不确定 风险系数极高 科技创业者只能仰仗富人 比如惠特尼家族 洛克菲的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这些 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则照顾了这些富人 直接投资于科技创业公司 他们最成功的项目是1957年 对于数字设备公司的投资 数字设备公司的估值也在短期之内 增加了3.050美元 另外在这里作为律师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里又是美国研究发展公司 又是数字设备公司 这种特别笼统的公司名字 都是怎么注册下来的呀 话说因为那个时候呀 实在是没有它的公司 所以你名字怎么起都没有 但是呢如果放到今天 你要用这种特别范的词去注册一个公司 那我一定会告诉你 生什么肯定是数字不下来的 1957年真是一颗神仙打架的年代 那边威廉·肖威利刚刚获得诺莲奖 在加州的帕罗奥图建立了肖威利实验室 同一年八判将出走成立先头半导体 另外一边呢 从美国陆军副部长一直卸任的 威廉·亨利·德里珀 在西海岸成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德里珀·盖测和安德森 前面说的位于东海岸的美国研究发展公司 是第一家真正面向的现代风险投资公司 但其实我要说 从律师角度 位于西海岸的这家 德里珀·盖测和安德森 才是真正法律上的第一家 现代风险投资公司 为什么呢 前面那个美国研究发展公司呢 它的这个结尾是corporation 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家股份公司 而这个四目基金有关于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四目基金呢 它的公司类型应该是有限合伙企业 也就是说后缀应该是limited partnership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德里珀·盖测和安德森有限合伙 才是真正的法律上的第一家 现代风险投资公司 这几个合伙人呢 也创立了现代风险投资的基本规则 包括机械管理费 以及项目退出之后的分成 如果说还不理解 管理费和分成这个概念呢 请看我的四目基金二省的第五奖和第六奖 直到今天 风险投资界也仍然还在遵循了这些规则 到了1970年代 风险投资界迎来了一次景坑式的发展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各大风险投资基金的成立 其中包括红杉资本 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 萨特山投资 复达基金 格雷洛克合伙 恩益投资 凯鹏华盈 这些1970年代成立的风险投资基金 至今都把控着 硅谷 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传业界 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1973年 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的成立 简称NVCA 这个如果大家接触过四目基金呢 应该也都听说过 经常看到哪个四目基金的合同啊 是NVCA处的 其实呢 说的都是这个协会 第三件事情呢 看似不显 但其实很重要 接触过四目基金合同的朋友 应该都看过这个法案 叫ERISA 这个法案呢 确定呢 对于风险投资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其中呢 仅深深规则发生变化 简而言之 美国政府将养老基金的10% 分配于风险投资基金 有了这些要素的加持 从1974年起 靠着风险投资基金 发展起来的公司 占到美国上市公司总量的42% 苹果和微软 这些至今仍然如日中生的公司 也是那个时候诞生的 至此我们回溯了 四目基金从原始形态到出具出行 从个体作业到国家支持 那么1990年代开始的 最近30年的四目基金 又有何演进 未来的四目基金 又将走向何方呢 下一期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四目基金的未来展望 四目基金二次讲 贵无投资人的法律必修课 我是美国律师刘晓晓 我们下期再见